三兒子受傷 學校社工申請保護兒童令 校方指控爸爸若兒 父母主張被欺凌 雙方對受傷原因各執一詞 另一位家長也說 女女曾經身受其害 更揭露疑似欺凌人的同學 大約有十個 有男、有女 分佈不同的級別 更加曾經這樣做 那次是聯群結婚在學校門口 等同學放學 令同學感到很害怕 訓導主任即時將那個 有可能會被欺凌的同學帶回到學校 我聽到那一刻 那個畫面已經好像黑社會電影那樣 聯校風 後來學校找老師護送同學回家 這班等放學的人 就去到那個學生的家門口 就拿電話開著直播 哭打哭殺 又踢完門 你認為他們這樣的處理方法 會引起了甚麼問題 已經是… 有此無恐了 猖狂的行為越揭越多 小息的時候 去欺負一個比較瘦弱的同學 令到他的手骨折 但是就跟那個學生說 你不可以跟學校說 我們要說自己跌倒 這個瘦弱的學生也不夠膽出聲 他們平時在我們長洲這邊 晚上都聯群結黨 踩著單車到處走的 偷單車 還有他們會上來晚上 在其他村 或者去別人家門口 搞搞鎮 踢藍人的東西 或者走上去我們村 那裏 走去老人家在門口拍門 半夜三間 其實他們在長洲 是否出名的 這兩三年是 因為半夜我們這裡碼頭 會拍了這堵人在這裡 因為晚上停航 沒有船 他們晚上偷偷地上去船 玩 又試過進街市 晚上偷偷地進街市 我們是下閘的 他們走到街市偷人的魚 這些已經是升級了 去一些比較 我覺得有些刑事成分的行為 在街市都有街坊知道 他在早上 避天當時 四時多有人看到他 四時多有人進來做的荷檔 看到他在這間店 拿著黃牙扣 不是釣,是拿著頭 後來他看到有人回來 他就丟下魚,然後離開 不是光明前大鵰 有閉路電視 看到他們走來走去 那次就是因為有人回來 看到他們這樣做 他馬上丟下了就離開了嗎 是 這間中學畢業生 透過文字接受訪問 表示校方管教學生方法有問題 校內有同學喝酒 偷電腦 用掃把挾持老師 近兩三年發生很多校園欺凌事件 學生校內吸食電子煙 校外各種偷竊 他認為風氣變差是校方責任 以前學校會派訓到主任 和警民關係科的警察晚上巡邏 大約四年前就沒有了 作為畢業生,很難過 近年這間中學已經被貼上 大部分是壞學生的標籤 賭上的居民都開始討厭 若而事件不斷發酵 令父母有這樣的懷疑 我可以說一百個長洲人 一百個都說我的兒女 說我們能教學 我本人沒有打過我的兒子 學校報 其實我們覺得是欺凌事件 學校想掩蓋 因為欺凌事件,以我這樣 我一定是想去問清楚 如果她說還有傷 就更加會徹底去問清楚 去搞清楚這件事 但現在被他們先發制了人 就舉報說是爸爸打的 我們以電話向攝氏中學查詢 如果你想說到學生的資料 就因為要尊重和保證學生的私隱 所以學校也會找學生的服製作儀歸 所以未必方便透露一些資訊 希望能明白 想問問關於學校 關於保護兒童的機制 你們是怎樣啟動的 你們啟動之前 會否做任何評估 啟動保護兒童機制 其實都有相關的指引 所以我們可以觀察到學生有些不尋常的跡象 甚至有相細 我們都會跟進和處理 那會怎樣跟進和處理呢 會否跟攝氏的學生和家長溝通才開始這個機制 你們懷疑被虐待的小朋友又說沒有這件事 而且你們又好像沒有問過爸爸了解過這件事 為何你們都會啟動這個機制 其實就是你所說的那個案子的資料 我們都是在網上說的 不過可能你所搜索的資料 來自不同的來源 可能是Baddy 你可能都要了解一下那個真偽 家長是想託我們說的 他們就懷疑你們想掩飾學校有欺凌事件 而令到這件事搞 但他們就說爸爸若疑 那其實有沒有這件事 這個也是我不方便去透露任何事件的內容 就是這樣 不過你們都不可以只聽單方面來說 所以我也想問你們 因為我們始終都不可以聽單方面 所以現在就是從你們口中 又或者是你們校方的回覆 都想知道這件事其實是甚麼事 就是學校都會跟隨自己的程序處理 我覺得不適宜單方面聽家長可以說 那如果家長這樣說 你們有甚麼回應 家長可以直接來學校跟學校說 學校其實也有溝通 也有跟隨這件事 想知道你們學校裡面 有沒有欺凌的事件發生過 照顧一下 是… 或者這樣我可以上課了 你可以寫過來給我 你再回答你, 好不好 爸爸通知我們 若而指控警方不會起訴 不過由三仔受傷引起的保護兒童令申請 一直進行 三仔5月8日以驗傷理由入院 逗留了超過三星期 才確立保護兒童事件 之後一直留在醫院 直至6月25日加上七個星期 終於安排上庭 父母經濟條件雖然不充裕 但也找了律師 另外亦準備了教友 和小學校長的信件 證明父母是愛惜子女 如果我們這次沒有聘請律師 就已經判了 所有報告我們都不知道 我們死得不明不白 對於社處社工的調查報告 父母非常質疑 首先父母通知學校 三仔大約是三、四月 晚上幫忙開園檔 經常在街上留念, 包括去墳場 我根本沒有去學校 跟任何人說我 我自己也不知道 我兒子去過墳場 父母不知道, 不過弟妹是知道的 在這件事發生之前 其實父母知不知道阿三 跟這群同學去墳場玩嗎 不知道 那他們怎樣知道 他們是由這件事… 他們受傷開始進入醫院 然後我們三個才開始跟爸爸說 那你們之前是否一直都知道 他去墳場玩的? 對… 怎樣知道呢 他告訴我們 出自他的嘴巴 至少也不漁慈 他每次回家看見我就會跟我說 那為甚麼你們之前 又不跟爸爸媽媽說阿三去墳場玩 沒想過這件事有這麼嚴重 之前有想過要說嗎 有想說,但我看見他沒有受傷 我就不說了 我心裡不想說 報告說耳仔向學校說 說爸爸曾經對他看罰 那份報告說我曾經跟學校的老師說過 我爸爸看罰過 但事實就是 我爸爸看罰我這件事 根本沒有存在 爸爸向學校說 大兒子現在表現這麼好 都是由於以前看罰過 問我一句吧 如果我看罰過兒子 現在他十九歲 沒有鞋玩劇酒 還跟你爸爸媽媽一起煮 我可以說 我拿我的命來擔保 我沒有打過兒子 從小到大 我都沒有打過兒子 他從哪裡聽回來的 我不知道 從小到大 其實爸爸有看罰過你們嗎 如果是蚊耳仔算的話 也算是有的 媽媽完全不會罵人也不多 有試過嗎 你現在這麼長大了 這麼久以來 最生氣的一次 爸爸和媽媽做了甚麼 他們有多生氣 媽媽最生氣的一次是 自己關上房門在這裡哭 這樣 忍著爸爸頂多是用出口罵幾句 這樣就算了 根據校方說 媽媽曾經因為三兒子私自拿錢 企圖用菜刀斬她的手指 我當時在這裡 因為偷錢這件事 也屬於飯店 跟碟讀品差不多 如果在家裡教不好 他出去偷別人的錢 可能別人不報警 又私了,又重大件事 所以他們那次很生氣 是,那時候媽媽在哭 後來說 這樣也教不好 如果有刀,真的會痛死自己 覺得自己的責任在自己身上 為甚麼不教好他 要令他偷錢 有否曾經說過 要拿刀斬小弟的手指 沒有,沒聽過 你當時在場 從來沒聽過這句話 當時在場 耳仔當時亦在場 我做了16年 我都沒見過這麼兇 挺兇的 如果說得誇張一點 我那隻恐龍來了,躺下 你不如拿刀斬死我吧 這句話是我媽媽說的 你可否很肯定當日 爸爸媽媽有用任何物件 去打擊小孩 沒有,唯一用過的,只有嘴巴 你有沒有說過把手指切出來 沒有 你是說的 我是說叫他不如拿刀殺了我 我以後都不用再理你了 看不見了,我只說這些 父母指控社處社工調查報告 沒有查證 認為校方謊言連篇 決定親身去學校對質 我們也拍到校門外的一幕 學生被四位同學大力推跌 沒有會兒童令終於正式判決 結果會是怎樣呢 留意明晚賈藥儀,珍希寧,校園事件